中文字幕提供 才已抵達入境大廳 看到土耳其志工群 甘加辛馬上給了每個人 大大的擁抱 我第一次看到 是很大招呼 像是看到我弟弟 半年後再看到 所以這是家庭 對 我感覺到 他們是敘利亞難民 華語文辦學計劃的講師群 有慈大學生 也有台灣慈激職工 即去年暑假 手撕碰面後 再一次在滿南海國際學校 向盡快 我們想要給我們愛 和在滿南海學生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能夠給予我們熱情 我們的知識 幫助我們成為公司 我們非常享受 我們能夠享受 平日透過雲端學習中文 孩子們和講師 其實都不陌生 但真正見到面了 那份情意更真切 中文班的孩子 也秀了一段學習成果 我們感謝自己很傻人 對我們的幫助 所以我學習中文 並到感恩 我們更小鄉人 很尊重自己人 對我們的幫助和照顧 非常感恩 很高興的心裡們 愛 除了講中文 滿南海學校的孩子們 也表演才藝 歌聲和手語都藏著滿滿的愛 小朋友超級開心 然後他們微笑的時候 好療癒 我們台灣給他們愛很多 那他們給我們愛也不少 所以回饋是一樣的 感動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愛他們 他們也愛我 愛牽起了滿南海孩子 和辦學志工們 相隔千里的圓 這份如同家人般的情 還會一直持續 帶來新聞 穆罕默德 穆斯塔法 哈里塔尼 土耳其報導 我們在一起的 感谢观看